以下的关心无常跟观法无我 偏重在调斧我间的颠倒 就是我们明了分别的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 我们是没有一个常义主宰性的 叫关心无常 你却真常 元气纷云即一腔 离比前成像 分别成何状 让你会思量 中归往下 过位无踪 现在圆长网 切莫把留住心机做主张 我们心中有一个自我概念 我们先讲妄想 这个明了 刹那刹那的心是怎么来的 就是明确真常 我们迷失了真实常驻的真如佛性 或者说现前一念清静心向外攀缘 元气就是一种攀缘的作用 分云 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攀缘 它不是一次的攀缘 那种相续的攀缘作用 就形成一股强大的水流 这个水流因为它一个接一个 相续的力量太紧了 所以我们感觉上 它是一个横长的东西 其实它是刹那生刹那面 就是心念的活动 其实它是有相续的生面向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产生错觉 我们认为是一个长衣主宰的自我 这段记文主要是在说明我们本来是没有一个自我概念的 这种自我意识本来没有的 只是一种攀缘的作用 念念的相续产生出来的一种错觉 我们在看下面的正文 离笔前成像 分别成何状 妄想的心跟真实的心判断就在这一块 愣眼睛上说 怎么知道我是打妄想 很多人问 我现在想要干什么 我要去买一个东西 到底我买这个东西的动作 是来自于智慧的关照 还是来自于一时的妄想冲动 妄想有一个特点 它是离成无体 离开了外境 就没有自体了 我们前面说过 妄想一定要透过感受 感受是所有罪业的根源 一定要外境刺激感受 然后再启发妄想 所以你把外境拿掉 你这个妄想就没有了 你看我们今天对某个人起称心 你心中把那个影像拿掉 你的称心就不活动了 你的心对某一个人起贪爱 你把那个所缘境拿掉 他爱心就没有了 他离开了前尘 离开了所缘境 他就没有自体 这就是为什么愣严禁 要我们修行人反应慢一点 妄想的天敌就是时间 你想要做什么 如果没有把握 你放的一两天 如果是妄想 一定消失掉 因为这件事情 他所缘境消失掉 妄想就消失掉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 妄想一定是外境刺激才有的 离开外境他就没有自体了 所以离比前尘像 分别成合状 这是第一个观察 妄想没有真实体性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 饶你会思量 终归妄想 我们打了这么多妄想 关键是它毫无意义 这个很重要 我们透过佛法的道理去思维 我们这个能量是有意义的 对你的解脱 对你的离苦得乐 对你往生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打很多妄想 比方说 我们以前做过转轮圣王 打转轮圣王的妄想 你做过蚂蚁 就打了蚂蚁的妄想 那么无量劫来 我们每一个生命得到的时候 我们都站在自己生命的本位来打妄想 结果到现在对解决轮回的问题 一点都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要知道终归妄想 就是妄想是没有实质效果 没有实质意义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过位无踪 现在圆长王 这个说明妄想没有字体 前面是讲没有意义 这个是讲没有字体 因为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 比方说有些人喜欢吃豆浆 豆浆的境界一刺激 他吃豆浆的心的妄想 就开始活动 我要吃豆浆 那个自我意识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心到底有没有字体 怎么知道呢 这分成三块 第一个就是未生无前处 我太爱豆浆的心 在以前它到底在哪里 豆浆没有现前的时候 我太爱心没有活动 还没有生起这个太爱心的时候 它在哪里 第二个 正生无住处 它在活动的时候 它到底住在哪里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第三个 生已无去处 等到这个豆浆吃完了 你这个太爱的心也没了 那么它又到哪里去了呢 所以从还没有生之前 正生的时候 生了以后三心来看 都没有字体 它只是一种姻缘的假名 假象 假用而已 它只有作用 但是它没有字体 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 它没有真实意 所以叫做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总结 切莫把留住心机做主张 就是说这种自我意识 其实是以一种 刹那刹那生灭的心机 一种流动的作用来形成的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主人翁 外道 它也相信轮回 有很多外道 也是相信因果的 但是它不知道 妄想是没有字体 它在妄想当中 有一个自我概念 它认为说 我去造善业 也是由我来的果报 就好像我今天死亡 我这个房子破旧了 我不要了 我换到一个新的房子来住 但这个里面的人是不变的 这就是一种自我概念 其实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也改变了 你想想看 你前生是个男人的时候 你是这个想法吗 不可能 一个男人的身心世界 转成女人的时候 你的思想也改变了 你以前是个蚂蚁的时候 你是这个想法吗 也不是这个想法 所以这个妄想 它是随你的生命在变化的 我们过去经历过很多次的生命 只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 就是和其自信 本自清静 那个清静 离一切想 明了的心性 就像念珠一样贯穿到最后 只有你当下这一念心性 是你真实的东西 浮在心性表面那些影像 通通是捏造出来的 只有镜子是真实的 一个男人站在镜子前面 他献出男人的影像 一个蚂蚁站在镜子前 他献出一个蚂蚁的影像 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是虚妄的 那是寻夜发现 随随音缘而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关心无常 就是破坏我们对内心的一种自我概念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种空观的智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